今天为大家带来 2024最新心理惊悚电影 老婆小旅馆天价成品收银员 美女入职当晚就怪事连连 究竟是老宅风水抬茶 还是有人装身闷归 结局惊片反弹 你肯定猜不到 夜幕降临 年轻女孩安娜 驱车来到汽车旅馆参加面试 由于此处地处偏远 招工困难 老板便在网上高薪发布了招聘起始 不仅给出了诱人的薪水 而且还承诺日节工资 这对于经济结局 又居无定所的安娜来说 无疑是急剧诱惑的 为了防止别人节足先登 她便连夜赶了过来 黑人老板考斯特热情地接待了安娜 甚至没有询问安娜的个人信息 便告知她今晚就能上班 安娜略感惊讶 却只当是老板这边太全人了 所以对应聘者来者不拒 两人寒暄了几句后 考斯特便带安娜熟悉工作流程 汽车旅馆晚上收到新客 所以晚班的工作也较为简单 只需要照看好旅馆 登记退房和入住 并在客人需要时 提供一些必要帮助即可 美金客房大同小异 清理起来较为简单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储物间 她顶转安娜 储物间的门有些故障 如果忘记了就会被锁在里面 到时候就会十分麻烦 除了会自动上走的屋门之外 院子里的泳池也需要格外小心 去年夏天的时候 泳池底部突然离开一个大洞 满池子的水被瞬间吸走 所幸当时没有客人 所以没有造成太大的灾难 她多次给市长打过电话 希望他们派人好好处理一下 只可惜时至今日 她都没能等来任何帮助 因为没有多余的钱来修补 所以泳池也就一直处于停用状态 考斯特告解安娜 一定不要接近赤底的深坑 就连她自己也不清楚 那底下究竟藏着什么危险 或许还会继续坍塌 交代完需要注意的事宜之后 两人再次返回前台 考斯特向外媒人的电话告诉安娜 并表示肚子饿了可以点外卖 明天早上7点 她会准时过来还班 见考斯特又要离开 安娜急忙将她拦下 她觉得一个人待在这里有些害怕 希望老板能给自己准备一些 必要的防范措施 考斯特耐心地告诉安娜 这里治安很好 让她尽管放心 实在遇到困难 也可以报警求助 不过距离这里最近的警局 大约需要30分钟的车程 店里还有一个成年监控系统 勉强可以看清旅馆周围的情况 除此之外 仓库里还有一把消防符 不过考斯特就觉得 安娜应该不会需要用她来自慰 如果以上手段都没有效果 她还可以给自己打电话 她会尽快过来处理 交代完这些事以后 考斯特便匆匆去车离开了 今晚 她要和相亲认识的女友约会 可不能耽误了时间 考斯特走后 安娜看到6号客房玻璃上 闪过一道人影 她返回前厅 查看登记簿 发现客人是个名叫米娅的女孩 于是安娜便决定 去和米娅聊聊天 也好排解一下内心的恐惧 敲开门后 安娜向女孩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并表示如果她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直接给前台打电话 今晚由自己负责值班 安娜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米娅却显得一些冷淡 敷衍了几句之后 便关上了房门 安娜虽然没能如愿以偿找到辽版 但得知这郊区旅馆还有旅客 内心的惶恐便少了几分 无适合作的她 打算让自己忙起来 这样一来 脑袋里就不会胡思乱想 打定主意之后 安娜找出清理推车 将空前的客房打扫了一遍 黑漆漆地看不真切 安娜隐隐觉得 司机似乎在偷偷观察自己 好在那辆车稍坐停留之后 便匆匆驶离 安娜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行迹可疑地骑车走后 安娜开始熟练地整理一些客房 简陆的房间内 有客人没遗留下来的各种杂物 安娜皱着没整理了很久 这才总算处理完毕 就在她返回前厅的路上 她看到一个陌生女子走进了前厅 本以为是新来的客人要登机入住 她紧走几步赶了进去 但奇怪的是 前厅里面空空荡荡 一个人影也没有 而且厅堂的陈设极为简单 也没有能够藏匿的地方 安娜觉得一股凉意洗上心头 于是便拿起电话呼叫外卖 打算用美味的食物 评服一下情绪 安娜刚刚打完电话 就觉得困意袭来 她打了个哈欠 正准备泡杯咖啡接接发 此时毕露电话却响了起来 看了看上面的号码 竟是从13号房间里打来的 安娜拿起电话 礼貌地询问对方 有什么需要 但听通里除了电流的沙沙声 没有其他任何声音 无奈 安娜挂断了电话 可铃声却再次响了起来 依旧是13号房间 安娜扭头看了看身后的钥匙墙 发现13号的钥匙 还轻轻挂在上面 也就是说 13号根本没有客人 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 满腹疑惑的安娜再次拿起来听通 可电话里头传来的 竟是一段女人的尖小 声音古怪而嘶哑 让人不寒而离 随即她便意识到 13号房间里一定发生了什么 身为临时客房主管 她有义务去一探究竟 出于安全考虑 她从抽屉里拿出了把锄刀作为武器 很快 13号房门就被安娜打开 她发现房间里落满了灰尘 根本不像手人居住过的样子 好端端的客房 为什么要任其荒废呢 电话里的笑声又是怎么回事呢 安娜怀疑 有人在和她搞个作剧 提着刀在屋里搜索了一番 依旧一无所获 就在她满头雾水的准备离开之际 诡异的电话 竟用物质地响了起来 安娜正准备上前查看 一个面容丑陋 长发飘飘的女人 却悄然出现在她身后 安娜回头去看 四目相对之下 她被吓得铃声尖叫 跌跌撞撞地跑到屋外 安娜举着刀户在身前 只听到诡异的电话响了几声 便停了下来 甚至连累到恐怖的身影 也立刻消失不见了 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 安娜紧绷的神经 刚刚松懈下来 身后却传来了 克人米娅的声音 她房间里的吹风机坏了 想找安娜帮忙更换一个 由米娅陪在身边 安娜紧张的情绪平复了不少 由于刚刚入职 安娜并不清楚 货物摆放的位置 只能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寻找 不明就里的米娅 无意间碰到了 卡住房门的砖头 恰如老板考思的提醒的那样 房门竟然自动关上 将两人锁在了里面 米娅得知房门 只能从外面打开 顿时及的指教 她患有幽闭恐惧症 这里的环境 离她很不舒服 储物建立到处都是老鼠 更令两个女孩入所针毡 就在他们无几可施之际 送餐的外卖员刚好赶到 两人这才逃了出来 经历过刚刚的事件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 融洽了不少 在安娜的一再邀请下 他们一起享用了 刚刚送来的外卖 米娅告诉安娜 自己受不了父母的管束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这才沦落到 这荒凉偏僻的地方 安娜劝米娅趁早回家 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尤其对一个女孩而言 她为了讨生活 不得已才出来工作 米娅要自己的家 应该回家才对 结束用餐之后 安娜起身到外面的收货机买水 奇怪的是 那台诡异的汽车 再次停在了不远处 而这次停载的时间更长一些 安娜不敢回头 急匆匆返回屋内 透过百叶窗悄悄观察 黑漆漆的车玻璃阻挡了视线 她看不到司机的脸 而那辆车在停留片刻之后 又再次离去 安娜正居惊慧神地观察着外面 米娅过来问话 却将她吓了一条 手里的可乐瓶摔在地上 弄得一片狼藉 处理完这些琐碎的事件之后 汽车旅馆又来了一男一女 两位新客人 两人要求开一间房 男人还炫浮地 将一张张票子扔到安娜脸上 安娜虽然十分不悦 也不敢贸然惹恼客人 只能默默承受了这份屈辱 两位客人走后 在前台百无聊赖 于是便画了服务 内有老鼠的警告牌 将其贴在了储物间的门上 此时飞起泳池的方向 传了一阵诡异的声音 安娜在好奇心地驱使下来的泳池旁 发现泳池中央的积水潭 是不是有气泡冒出 虽然考斯特曾经提醒过她 远离着该死的泳池 但此时安娜 却遭遇将老板的忠告 望的一杆二斤 她小心翼翼地 沿着扶梯向下攀爬 不料秀机斑斑的扶梯 竟突然断裂 安娜整个人直接摔了下去 好在泳池并不太深 她这才幸运地没有受伤 安娜正考虑如何脱捆 抬头便看到 之前出现过的可不身影 竟从误会不堪的水池里爬了出来 而且正一步步朝自己靠近 安娜被吓得不轻 连滚带爬地朝泳池边缘冲去 好在米娅及时出手 这才有惊无险地将她拉了上来 安娜回头再看 干枯的泳池里依旧如常 半个鬼影也没有 而此时的米娅却一脸镇定 关切地询问安娜 究竟看到了什么 惊魂未定 安娜这才意识到 也许只有自己 才能看到那个可不的身影 想到此处 安娜并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米娅 哪只女孩年龄上小 胆子却出奇的大 她表示这里原本就是一处凶宅 偶尔闹鬼 实在太正常不过 只要不去主动招惹 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其实自己之所以来此居住 也是猎奇心作祟 想看看鬼魂的模样 只可惜自己 接连几天毫无收获 安娜刚来就见了几次 两人又聊了片刻 屋里亮起灯光 原来刚刚那两位 炫富的客人 准备去车离开了 安娜小声告诉米娅 自己其实也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往事 几年前 一个连环杀手闯入她家 残忍地杀害了 她的父母和姐姐 她躲在角落里 才侥幸逃过一劫 之后 凶手被警方抓获 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可却在不久前 安娜在自己家的邮箱里 发现了她儿时的项链 她记得清清楚楚 那条项链出事那晚后 就不见了 如今再次出现 就说明杀手已经越狱 而且还打算除掉自己 有辆黑色轿车 多次在旅店外停留 她怀疑司机就是那个杀手 听完安娜的讲述 一乡大胆的米娅 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如果她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两人现在的处境 就十分危险了 相较于虚无缥缈的鬼 杀人狂徒 显然更加可怕 米娅提醒安娜尽快报警 她摸不清杀手的动向 贸然报警并不明智 离开米娅的房间之后 安娜再次返回前厅 此时她通过监控 再次看到了那道恍惚的鬼影 可下一秒 对方却突然消失不见 并出现在安娜的身后 安娜被吓得慌惊失色 急忙躲进隔间将门翻走 并打电话向老板求救 安娜告诉考斯特 自己一分钟也不想干了 她受到了欺骗 这里并非什么安逸之所 而是闹鬼的凶宅 考斯特听完同样一连雾水 她告诉安娜 自己对上帝起誓 她的旅馆虽然破败 却从未出现过闹鬼的传闻 一定是安娜出现了幻觉 安娜不想听考斯特解释 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两人的对话刚刚结束 大厅外面便有人摇铃 安娜鼓子勇气去查看 发现来人是个戴着眼睛的中年男子 对方声称自己连夜开车十分老顿 想开个房间休息一下 安娜推脱不过只能答应下来 等她来到院内 发现之前监视自己的轿车 此时正停在门口 难道说眼前的男人就是杀手 安娜不动声色地 拎着男人进入屋内 正思考着如何脱身 果然 男人进屋之后便叫门反锁 并要求安娜说出自己的名字 安娜没有回应对方 而谎称那一集想去趟洗手间 她记得很清楚 洗手间里有一把锋利的剪刀 此时男人并没有多想 等到安娜进入卫生间之后 她便来到窗边查看情况 拿着安娜却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等男人有所察觉之时 安娜手中的剪刀 已经扎进了她的脖子 男人痛苦地蹲在地上 随后便焦急地喊着安娜的名字 声称自己名叫贝利 是安娜的心理医生 并且表示 安娜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 不久前 从精神科医院跑了出来 她一路追踪才找到了这里 贝利的话 似乎唤醒了安娜的某些记忆 但她依旧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而是眼含热泪地杀死了一生 不久后 两名精神病院的护工也赶了过来 他们看到满手鲜血的安娜 立即下车展开抓捕 哪知两人根本不是安娜的对手 很快便双双毙命 巨大的声响 惊醒了睡眸中的米亚 她迈不来到隔壁房间查看情况 却目睹了安娜杀人的一幕 米亚被吓得魂不服提 跌跌撞撞躲躲进自己的房间 而单薄的房门 根本不能阻挡安娜的疯狂 米亚无奈之下 只能跳窗逃走 仍然一前一后展开了猫鼠游戏 米亚东左西藏 最终却难逃魔招 被安娜用消防抚当场砍死 不久后 老板考斯特文讯而来 却同样难逃厄云 安娜最终以一级之力 血洗了整个汽车旅馆 几个月后 陈旧的旅馆被粉刷一心 泳池里深不见底的大坑 也被成功填平 取而代之的是清澈的池水 一个游客 根据汽车导航来到了这家旅馆 接待她的正是安娜 她友善地和顾客打着招呼 并打趣表示 泳池里去年还有一个大坑 吸光了泳池里的水 那个坑大道 足以埋下四五个人 不过现在已经被填平了 男子听了安娜莫名其妙的话 只能礼貌性地呵呵傻笑 只是他并不知道 之前这里的所有人 都已经被安娜回尸灭迹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夜班级恶红少年2024年》 由本杰明柴娜指导 该片设计巧妙 恐怖感十足 导演运用了心理惊悚片的构思方法 将神鬼引入剧情之中 但随着女主安娜真实身份的曝光 剧情迎来了有力反转 所谓鬼影 不过是安娜的凭空意向 真正可怕的是 安娜不仅杀掉了所有人 还将他们毁尸灭迹 而她自己 则成为了汽车旅馆的新老板 导演虽然没有交代后续的剧情 但也不难猜测 尸杀成型安娜 一定会悄无声息地将杀戮进行下去 那么对于这样一部 别出心裁的惊悚故事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UG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